駕駛不同案有關的的士派在路邊被警方扣查 案發在昨晚11點多 警方派出喬莊遊客的探員乘搭的士到目的地後 56歲的的士司機收取約為合理車資5倍的費用 並以懷疑失效的外幣抓續 司機士不攬收車資盜竊 未有顯示的士計程標 以及未有展示的士司機證而被警方拘捕 在行動中 警方檢獲了一張面納500元的失效秘魯紙幣 另外有一個41歲的士司機 在中環招覽橋莊遊客的警員 當抵達目的地之後 司機收取約為合理車資3倍的車費 他事業兜客、攬收車資 以及未有將的士計程標指示器 拼到開始紀錄位置而被警方拘捕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